我有一個挺特別的東西可以分享 因為我有很多同學年紀比較大 唱腔很老套 聽開李克勤、張學友 但很有趣 他剛才張學友的腔 放進一首MC的記憶棉 但很難不學習 我有一個很好的歌唱老師朋友 他說有些人來選擇很新的歌 但他一開始 全部都是粵曲腔 很難教 天花 爸爸… 他唱天太 我對慈重愛到多少歲 不錯… 這個不錯 他說這些很有性格 但學生想改變得更年輕 但他唱了幾十年這些腔口 他在即時自己唱的時候 不覺得他有這個腔口 我會帶他們去錄音室 你現在馬上唱 我錄著,然後給他聽 這樣也聽不到是沒可能的 這樣他就會慢慢知道 原來我是天花塌 我也有些練習 可以教大家的訓練 可以讓大家感受到 其實聲音會讓我們身體有感覺 很多人為何唱10次的歌曲 10次的音都準確 不是他撞了,而是他真的知道那顆音的感覺 譬如我… 我感覺到肩膀會震 所以其實聲音去到不同的地方 你應該會感覺到他有感覺 手放在鼻子上 然後我們可以做一些極度 譬如是鋼琴 就是… 一直在低音、高音 聲音也會保持在鼻子上 不要讓它離開 其實只要做到這些很基本的練習 其實唱歌已經進步了很多 大家回家也可以試試吧 很多時候學生來到的時候 他們吸氣給我看 肩膀會很緊 我會這樣升起 很成功的 你的聲音已經頓時是這樣的 對聲音很嚴重 我們要學會腹式呼吸 再放鬆,吸氣 撐起後面 肩膀不升起 對,再… 我看到有人升起了 有主子 再保持肩膀,呼氣 對 這個每天做,儘量抽時間做 令我們的肌肉記憶可以… 記住了 他唱歌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繃緊 第一個教學生的時候有甚麼 很深刻吧 真是教學中最深刻 那個就是一個很面前的男生 我通常會問 為甚麼你想我唱歌 他說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知道自己五音不全 不過有一次我發覺 我可以喊得很高音 你來試堂,我不讓你唱 好像很對不起你 他一、二、三拿著麥克風就大喊 然後我的喇叭在我這裡 我那一刻就… 啵… 即是耳朵啵了 然後我還… 然後我合上眼唱 我第一時間把喇叭一天拎開 拎開了喇叭 但我的耳朵已經在啵 我已經是啵… 然後我左耳聽不到 好像手榴彈 有三至五分鐘聽不到 但我當時左耳聽不到後 我還假裝鎮定 你呢… 你那個是一個很控制的功能 然後我還要解釋給他聽 然後再跟他做屏幕 但我那是最深刻 我應該人生中… 我死的那刻我都記得 馬上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